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探索店,我是吴趣 今天在我们身边的这一台车呢 就是中期改款的新款福特探险者 那福特探险者这款车呢 其实一直都有一点叫好不做要做的状态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中期改款 它的诚意究竟怎么样 能不能改善它现在这样一个销量的局面 如果先来看外观部分的话呢 中期改款主要改了什么呢 前脸变化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换了一个全新的中网 还有贯穿式的一个日行灯 另外呢就是隐形盖上 还有一个车型名称的一个英文字母 一定程度上来说的话 这个前脸看上去是要更加精致一点 然后就是这台车啊 在同级比里面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它的车宽是超过两米的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前脸的气势还是比较强大的 那再来到车身侧面的话 毕竟只是中期改款嘛 然后车身尺寸也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那侧面的轮廓呢 其实和老款车型的话 基本是保持一致的 那整体还是一个偏向于更运动的一个姿态 最后来到车身尾部 那尾灯呢 当然也和前灯一样 尾灯组也是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设计 另外呢就是进一步的突出 它的一个运动氛围的话 它还设计了一个老刘版 另外呢就是下边有一个双边双出的排气的装饰 很可惜啊 只是装饰 毕竟它是一个假排气 如果换成真排气的话 我相信应该大家会更加喜欢一点 那我觉得探险的这次中期改款 最大亮点呢就是在它内饰了 尤其是这块27英寸的待遇屏 那这整块的屏幕呢 其实和之前我们拍过的EVOS是一样的 然后车机系统呢也一样是Sync加的 那功能方面还是相当全面的 比如说有爱奇艺啊 然后你要订电影票 智能家具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这套屏幕具体的一个操作或者说表现呢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翻看一下我们之前EVOS的那个视频 那表现呢和EVOS上面是一样的 那就是这块屏幕啊 我觉得设计感方面的话 肯定是要比之前的那套内饰设计 科技感强了很多 不过对于这么一个两米车宽的车来说的话 震撼感还是没有之前像EVOS或者是蒙迪欧上面 感觉一长块屏幕那么强的 因为可以看到它的副驾驶那边的话 还是空出来一块 所以你要副驾驶看电影的话呢 可能头要稍微测一点 那在配置方面的话呢 新款的探险者还是相当有诚意的 比如说它全系都是标配了全影天窗 LED大灯 还有这块21英寸的屏幕的 那在科技配置方面的话呢 只是说入门车型 它可能是一个6.5英寸的液晶液调 而不是像我们这台四顶配车型一样 是一个12.3寸的液调 另外就是在驾驶辅助配置方面的话呢 全系也是标配了像什么ACC啊 车道保持辅助啊 还有疲劳驾驶提示等等 所以在配置层面的话呢 我觉得探险者还是相当有诚意的 那在储物空间方面的话呢 这台车毕竟那么大 储物空间还是有 但是呢设计的并不是特别的精细啊 就比如说可以看到 前排是很给你简单粗暴的设计了 一个放手机的地方 然后左边是有无线充电功能的 然后门板区的话呢 下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前方是可以放上杯子 然后后面是可以放杂物的 就是在车门把手这边呢 它是一个镂空的设计 如果你要放个手机 可能手机长一点还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放钥匙的话它会露出来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中央的扶手箱 其实容积表现也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还有就是其实很多车型 现在都会进行一个中控台下方的 一个掏空处理 但这台车型呢是没有的 只是副驾驶这边呢是有一个长条 但是放手机也是不太方便的 在座椅部分的话呢 因为我们这是一台自顶配车型 所以它是仿皮和真皮的座椅进行一个混搭的一个拼接座椅 那在舒适性方面的话呢 作为每系车一贯的还是比较柔软的表现 然后也是比较宽大 就是包裹性层面的话呢 稍微差了一点 然后这台自顶配车型呢 也是有前后靠背还有高低 然后包括腰部的调节都是有的 所以对于可能身材比较高大的朋友来说的话 这个座椅是相当舒适的 好 接下来呢 坐到后排去感受一下它的后排空间 那这台新款探险者 它的第二排座椅舒适性方面的话 我觉得还是值得点赞的 因为它的后排座椅呢 也是支持一个靠背角度调节 包括你也可以调节它的前后 然后呢就是它的座椅啊 它不像有一些车型 可能座椅会比较低 那就会坐姿感觉稍微有点不舒服 而这台车座椅呢 是高度是足够的 并且座椅的舒适性 座椅填充物的话 和前排表现也是 达到了基本是同样的水准 所以后排两边的乘客肯定是很舒服的 但是中间乘客的话呢 坐点是稍微偏短了一点 另外就是因为探险者 它其实还是一个后驱的平台 进行打造车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中间地台是没有做到纯平的 这一点对于中间乘客的舒适性 影响还是蛮多的 那在配置方面的话呢 这台车的后排配置也是比较丰富的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中央的扶手打开了之后呢 有两个背架 另外就是也有独立的后排空调 然后呢也可以调节一个风量 然后下方的话呢 是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好 那舒适性方面的话呢 这台车我觉得表现还行 但是在空间方面的话 可能大家这么看着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毕竟我的身高呢 是一米七 我前排座椅是按照自己的一个身高 去进行调节的 可以看到它的 腿部空间现在的话呢 是大概有三层的距离 然后头部空间呢 是一拳有余 对于我这样的身高呢 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放在同级别 同样是中大型SUV 比如说你去跟图王对比的话呢 它的第二排空间 其实是有一点点表现令人失望的 如果说你第二排坐的是 身材比较高大的人 那第三排势必会很拥挤 那不像前两排的座椅舒适性 其实到了第三排之后的话呢 明显感觉到这个第三排 有比较强烈的一个板凳感 因为可以看到 它的座椅特别低 我大腿是根本碰不到座椅的 而且在空间方面的话 我已经是把前排座椅往前调了 调到了后排腿部空间 有两拳的距离 那可以看到 我现在坐在第三排 以我的身高来说的话 也只是勉强能达到四指的一个水准 头部空间倒是还算是充裕 但是呢 它的后排 第三排啊 它的靠背角度呢 也是不能调的 而且座椅可以看到 它这个靠背呢 也是比较单薄的 所以第三排真的只是 偶尔硬一级可以使用了 那在动力层面呢 新款太阳者 它也是搭载了Muston同款的 2.3T发动机 然后比较一个10AT的变速箱 然后最大功率的话呢 有276匹峰制扭矩呢 达到425牛米 如果是后驱版车型的话呢 只要7.6秒就能完成 百公里加速 而四驱版车型 也可以7.8秒破败 要知道这可是一台 重达两吨的重大型SUV 所以这样一个动力表现 我觉得还算是比较突出了 而且呢 因为它是后驱的一个平台 所以在操控力方面的话呢 也还算是保有了一定的驾驶乐趣 那所以综合来说的话呢 动力算是这台 新款太阳者的一个亮点 另外就是 经过了中期改款之后 它的外观和内饰 都要更加的时尚了 尤其是在配置层面的话呢 也是比较厚道的 但是这能改变它 叫好不叫做进地吗 我觉得很难 因为有一点你可以想到 它的价格呢 已经来到30多万的一个价位 但同样的价位的话呢 如果是喜欢面子 追求一个气场感的话呢 那可能优惠后的奥迪Q5L 同样也是这个价位 如果说你追求的是一个 7座的重大型SUV的话呢 但是这台车 其实第三排空间表现 是比不过像是图昂 或者是昂克奇之类的 同级别竞争对手的 所以呢 我觉得这台车 适合怎么样的消费者呢 就是年纪还比较轻 然后也喜欢驾驶 但是又迫于无奈 可能是家里有了二胎啊 或者是家庭成员比较众多 那么选这么一台车 还算是比较合适的 谢谢大家